第161个问题 学生学习竹窗随笔出笔 有意义问 五一萧妃 萧淑妃大骂 我来世一定要转生为猫 让五世转生为鼠 莲池大师说 他们二人到现在 大概还因为这个业力 受生为猫鼠之辈 萧淑妃转为猫 是萧淑妃自己的愿望 而五世自己没有发愿 要成为老鼠 为什么五世 会因为萧淑妃的愿望 转世成老鼠呢 这个问题是夜阴果报的问题 这个 萧淑妃他发了这个愿 就是要报复 报复 这个夜阴果报 就是我们平常讲燕亲债主 所谓 所谓啊 所谓啊 欠债还钱啊 欠命啊 还命啊 总是离不开这些夜阴果报的因果了 那么这个萧淑妃跟五世啊 他们有 烟业 这个当中有烟业 那么会互相报复 所谓啊 冤冤相报了 那么他发了这个愿啊 也是冤冤相报 那么发了这个愿啊 那么 他 要当猫啊 一个是要当老鼠啊 那这个 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烟业 之间的烟业 那么萧淑呢 他 发现要 转身为猫 这个 让这个五世啊 转身为鼠 那猫啊 吃老鼠啊 就是这个 这个愿啊 他发了这个愿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萧淑他有发这个愿 那五世他没有发愿 要做老鼠了 那为什么 他会变老鼠啊 去给那个猫吃呢 如果这个 五世啊 没有欠他的命债 那当然也不会啦 他 他也没发愿 也没欠他的命债 那当然也不会 不会变老鼠给他吃了 如果也欠他的命债 那这不是你要不要发愿啦 到时候啊 因廉俱会啊 你就是要 一报反一报啦 就要反债啦 欠命啊 要反命啊 就好像我们 一般造杀生的业 你现在杀生 你去杀猪 那自己 这个恶业造多啦 将来啊 那个猪啊 业报受尽了 他会到人道来做人 这个人啊 杀业造种啦 他会 剁到 畜生道去当猪 啊 然后碰到啊 他就把他杀回来了 啊 就是 我们在六道轮回 就是互相杀 互相吃 那么 烟烟相报 没完没了 就这么一回事 啊 轮回地藏啊 地藏经讲 轮回地藏报 那么这个 你去杀生的人 他没有发愿说 我将来要变那个畜生 再给你杀 他没有发这个愿啊 你说那些杀生的人 哪一个发这个愿 有没有 没有啊 那个杀猪的人 杀鸡的人 他有没有发愿说 我来生啊 我就变成鸡 给你杀 还给你 杀猪的说 我发了愿啊 来生 我再变猪 还给你 再给你杀 他们 造这个杀业的人 他并没有发这个愿啊 他没有发这个愿呢 月阴果报 你只要造这个业 到时候 你就是受那个报啦 你就要去投猪胎 投积压 这个胎啦 去还债啦 所以这个 不是发愿的问题 这个是月阴果报的问题 所以临时大师讲的 这个就是月阴果报啦 他们之间的愿劣 互相报复 愿愿相报 没完没了 所以呢 猫吃老鼠 那个猫跟那个老鼠 也有愿劣啊 老鼠死了又变成猫 那个猫死了又变成老鼠 互相报复嘛 互相吃嘛 这是愿愿相报 所以佛劝我们啊 愿可 愿解不愿解啦 如果你有一方放下啦 不再报复啦 那这个葬也就到此就解了 如果呢 他报复 那么 你受到报复 你又心不甘情不变 你又要报复回来 那 他又心不甘情不变 他又要报复回来 两个人啦 那当然他们 现在还在一个做猫 一个做老鼠 互相吃来吃起 互相变来变去 就这样没完没了 所以这个是 淹烈的问题 如果有一方放下 那也就 这个 到此就了结了 如果他心里还是放不下 他还是要报复 那么每次报复都会过分一点 过分一点啦 那对方呢 哎呀 这个这个 他觉得他吃亏啦 他又要报回来 那就是没完没了 这些 奄奄相报 没完没了 两方面都非常痛苦 如果有一方面觉悟 那两方面都得到解脱啦 一方面他放下 不再跟他计较了 所以这个问题啊 不是发愿的问题 是夜阴果报的问题 那么你用这个 现在造杀生的业 然后将来 多到促生道去繁债 杀生的人 他没有发愿 他没有发愿 要去变租变积去繁债 他没发这个业啦 但是呢 你造了这个业 到时候你就是 要去投那个胎 要去收那个报 这个是夜阴果报的问题 这个不是发愿的问题 所以这个当中啊 我们要了解 这一方面 好 下面一个问题 第162个问题 学生母亲85岁 念佛30年左右 身体健康 所见之人都说母亲 年轻像好 但这两年 母亲时常出现头晕 夜晚做噩梦现象 母亲每天除了念佛 用餐 其他事情都不用管 早晚静坐念佛 闭着眼睛播珠 其他时间 默念佛号 请法师慈悲为家母开示 头晕做梦 是什么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 就是业障发向 业障发向 这个 清朝灌顶大师 他注解 大势至菩萨念佛原通章 书超 那个就有 讲到这一方面 就是念佛人 会有出现两种状况 第一种是 善根发向 善根发向 就是你念佛 那你见到佛光 梦到佛菩萨 或者闻到 这个异香 或者身心清安 烦恼轻微 做梦啊 做好梦 做吉祥的梦 那身心啊 就是很清安 那么这样的情况 叫善根发向 你这个素素善根 那么念了佛啊 这个善根啊 发现了 那这个是 瑞相 那这是好相 那么另外一大类呢 叫做 业障发向 那业障发向 有五大类 五大类 五种 第一种就是 分层盖 业障发向 你不念佛 精神好得很啊 你念佛啊 精神就提不起来 就要打瞌睡 这个我们看过很多 这个我熟悉的 同修当中啊 我都看过啊 像我一个师兄啊 他就是分层盖重 坐下来 坐下来念佛 念经啊 听经 没多久 头就低下去了 那么 这个情况啊 就叫 分层盖的 业障发向 这是业障 第二种呢 叫 吊脊 盖 业障发向 吊就是说 不会分层 这个心啊 七上八下 好像呢 被吊起来了 被挤起来了 这个在 为氏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名词讲的叫吊脊 那吊脊也是一种业障 那么我自己本身的业障啊 属于吊脊 我师兄的业障属于分层 我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业障 来坐下去呢 哎呀 前身不对劲啊 就好像啊 恨不得赶快 起来啊 冲到外面去 动一动 走一走 那心里啊 忘念昏灰 七上八下 掉几 业障发向 我是属于这一类型 那么我是咬紧牙根啊 这样硬 硬练佛 硬练佛啊 慢慢慢慢把这个掉 掉起啊 慢慢把它 降下来 那么第三种啊 叫做恐怖业障发向 你会看到一些恐怖的境界 或者呢 做噩梦 那么做噩梦 就是恐怖业障发向 你做了噩梦一定很恐惧啊 这个不舒服啊 很难受啊 或者呢 梦到呢 没有头的 没有脚的 就是让你这个身心啊 不能够安定下来 会有恐惧 不安 这个叫恐怖业障发向 或者呢 梦见啊 被人家追啊 追到那个山顶上啊 掉下来啦 种种的这些噩梦啊 让你这个心没有办法 进入恋佛三昧 这是第三种 业障发向 就恐怖啦 见到恐怖的境界 做噩梦 属于这种 那么第四种呢 是 病事账 过去 早年在台北 景美伐藏 佛教图书馆 有一个 居士啊 听我们敬老和尚讲 弥陀经书超 他就很认真念佛 练了半年 那么 那个时候啊 他有问题了 来道场要问问题 那么问问题呢 我们牢上到美国去啊 不在 那我在那边 看道场啊 那看到我就 问我这个问题了 他说法师啊 我这个 我们听老上 老法师讲经啊 这个 我就认真念佛啦 念了半年啊 他说我身体 原来都很好啊 连那个感冒都没有 现在念了半年了 全身是病 那这个问题倒把我问倒了 如果你本来是全身是病 现在念的都没病了 那这就对了 那佛力加持啊 那怎么你原来都没有病 现在念的全身都是病 那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我还是看了这个 冠底大师这个 阅障发像 才明白 原来啊 念佛人啊 阅障发像第四种叫病四障 就会生病 那么这个病也不是说 你 没有病念到有病 其实这个是众业轻薄 可能你年命中啊 就是 要生很大的病 现在呢提前啊 生一点小病 虽然小病啊 但是也是觉得 人很不自在啦 那怎么办呢 继续念啊 念到这个 病好了 业障消了 病就好了 那这个是第四种业障发像 病四障 第五种叫 事物千禅 就是你不念佛 你不打佛击 就没事 你要 要去参加佛击 你要 心要静下来 念个佛 哎呀 怎么那么巧啊 偏偏偏在这个时候 有事情 让你不能念 这个叫做 事物千禅 业障发想 所以过去 早年在 解美法杖图书馆 我们碰到 我碰到好几个同修 就是这个问题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 有一个同修啊 每一次啊 那个时候 从 九一年到 这个 两千年啊 这个十年啊 每一年我们都去 美国达拉斯 佛教会 打一次佛妻 那这个同修呢 每一次都 我们要去打佛妻 他说 他要跟我们去 但是总是有事情 后来呢 有一次啊 我们要去啊 他说 悟道法师啊 这一次啊 无论如何 排除万难 我 一定要跟你去打佛妻 结果他 报名会了 第一个报名 第一个交会的 但是对不起 明天会计要起飞了 然后今天晚上啊 他婆婆住宴 开刀了 走不了 你说 你特别安排 没有办法安排的 那么刚好啊 我说 那这个真的没办法 这个真的是 有障碍啊 业障 参加个佛妻 都有业障来干扰 这一类叫做 事物千禅业障法相 你不念佛 没事 你要念佛 一下这个事情 一下那个事情 那这个业障怎么形成呢 过去事中啊 大概啊 我们都是干扰人家在念佛啊 我们没有发心给人家扶持 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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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去扰乱他 那现在得到这个果报啊 那怎么办呢 你有发心啊 你来做护法啊 你现在扶持别人啊 修行啊 将来你要修行 别人就会扶持你 你就不会碰到这个 事物千禅业障法相 这个问题 所以 这个问题啊 就是 第三类 这五种业障法相 第三种 这个叫恐怖业障法相 做噩梦 那么这个 就是要忏悔了 要忏悔 那么多念佛 多忏悔 那么这些 恐怖的境界啊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再去回忆 这些恐怖的境界 你越回忆 妄念就越多 这个 噩梦 总是梦 那么这个 你这个会有头音 那这个也是 有恐怖发 业障法相 跟病逝障啊 是两种业障 有这两种 头音啊 属于身体啊 身体不舒服嘛 病逝障 所以这个 多忏悔 这个是属于业障 属于业障 那么业障啊 多忏除业障 改过千善 多念佛 多拜佛 那么有这些现象啊 现前啊 就是用金刚经 这首记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这样来观啊 就是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 那 都如梦幻泡影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去回忆 也不要 担心 也不要恐惧 你只要一心念佛 业障消除啊 这些 情况 自然就改善了 就好了 所以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那么这个 闭着眼睛念佛 如果闭着眼睛啊 会看到什么 那你就不要闭 开三温眼就好 不要闭着 这个 属于业障 头晕做梦 是业障的原因 病逝障跟 恐怖 业障 这两种 所以多 灿除业障 灿除业障 改过 前善 多修复 多做好事 这些现象啊 就会 解除了 好 下面一个问题 第163个问题 请院长慈悲开示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如何发出菩提心 如果发不出来 就要从持戒 修订 生会 这个次第 慢慢 也就能 发出菩提心了 是吗 感恩 这个菩提心 我们 一般 不太 清楚 能够理解 什么叫 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这个名词 我们当然 大家 都会念 也会讲 那什么是菩提心呢 菩提啊 是印度 换语的音译 换那个音 如果换成中文的意思呢 是觉悟的意思 觉悟的心 就叫菩提心 如果 还没有觉悟 迷惑颠倒的心 那就不是菩提心 那就凡夫心 众生心 那什么叫觉悟 什么叫不觉悟呢 这个 菩提心 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 佛法 成为初世间的法 这是初离六道 生死 轮回的理论方法 叫做初世间法 那么如果没有 初离六道 生死轮回的 这些理论方法 那么这个 成为世间法 世间就是 还在六道 里面的 这些事情 比如说你求人天福报 那是世间法 没有初离六道 那如果你要了生死 初三界 那初离六道 那个叫初世间法 所以 根据这个 佛法是初世间法 我们要知道 那初世间 这个菩提心 第一个要建立在 初离心 这个基础上 你要有 要发心 要解决 这个生死的问题 要初离六道 生死轮回 那么为什么 要发这个初离心 因为如果你没有初离心 那在 上面这个菩提心 这个也不会有 初离心虽然比较 初步的 比较浅 但是呢 菩提心 如果没有初离心 那个菩提心也生不起来 因为没有初离心这个基础 那换一句话说呢 没有初离心 你没有要了生死的这个心 还是 迷而不觉 还不觉悟 还觉得这个世间蛮好的 这个就是还没有觉悟 那么一旦觉悟到 我们这个六道生死 轮回之苦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初离六道生死轮回 那么 生起这样的心 就叫初离心 那么向上的菩提心 就是建立在这个 初离心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初离心 那么 那个菩提心都落空了 只是口头上念念 那个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 所以偶遇祖师在 寒家级 给我们开示 他说呢 如果呢 没有了生死这个心 没有花这个心 说这个人啊 他已经发了大菩提心 偶遇祖师说 这个 怎么给我讲 我都不会相信的 他不想了生死 难道说 我要来这个六道度众生 我发大菩提心 偶遇祖师说 这个我肯定不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本身 都还没觉悟啊 那你怎么帮助 别人觉悟呢 那第一个 你要觉悟 就是要觉生死苦啊 八大人杰经讲啊 觉生死苦啊 你要觉悟这个生死是苦啊 你觉悟这个生死是苦 你才会想去解决 这个生死的问题 如果你不觉得 这个生死 很苦 你就不会想去解决 生死的问题 那这个出离心就没有 出离心没有 根本就不可能有 大菩提心 因为大菩提心 是建立在 出离心的基础上 你自己解决 这个生死之苦 那么也发愿了 帮助众生解决 生死之苦 这个叫大菩提心 自立立他 菩萨 所以这个 要怎么样发出菩提心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间很苦啊 如果我们还留恋这个世间 这个放不下 那个放不下 那肯定没有菩提心啊 还留恋 贪恋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的种种的 我的家属 我的财宝 我的身份 我的地位 我家的这些 我喜欢的东西 用剂等等 这一切都放不下 那就是 还没有结悟到世间苦啊 如果真正结悟到世间苦 这一切都会放下了 就一心一意啊 要解决生死的问题 所以 偶遇祖师讲啊 深信发愿 求生西方健苦 就是无上菩提心 但是信念 我们也会念啊 那什么叫信 什么叫愿啊 对这个世间真正放下了 真正觉悟这个世间苦 极乐呢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真正发愿啊 要求生极乐 这个世间啊 都不留恋了 都放下了 这个信念俱足 那么这样念佛啊 偶遇祖师讲就是 无上菩提心啊 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啊 所以发菩提心啊 不是我们口头上讲 发菩提心就算了 不是这样的啊 要真正从内心啊 要放下我们这个世界 这一切 就是不要受污染啊 不要留恋这个世间 不要贪恋这个世间的一切 这个世间总是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如果我们还执着这个世间这些 明文立养 五亿六成啊 贪嗔吃慢啊 这些啊 物质啊 种种享受等等的 那么这个 就是没有觉悟了 没有真正发愿 也就是说没有发菩提心啊 所以这个 如何发出菩提心 那么 要从慈戒修定 没有错 现在很多人也标榜持戒啊 这个 戒的形式也很讲求啊 但是得定了没有啊 开了智慧没有啊 似乎好像也没有啊 有的还持戒持到脾气还蛮大的啊 看到不持戒他就生烦恼 那持戒的目的是什么 要得定 得定的目的是什么 要开启自性的波罗智慧 所谓啊 勤修戒定会熄灭贪嗔吃了 这是 慈戒 修定 开会的目的嘛 勤修戒定会 目的就熄灭贪嗔吃 如果说戒持得很 很惊严 但贪嗔吃 丝毫没有减少 贪嗔吃慢 反而增长 那就不是真正在持戒了 这个要搞清楚 所以这个戒不是在形式上的 你真正内心啊 要能真正持戒 才能得定 得定才能开智慧 所以啊 我们 也常常听 佛陀要灭度 之前啊 阿兰尊者请问佛 佛你在世啊 我们以佛为师 我们有问题就来请问佛 佛为我们解答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那佛陀你 不注视啦 灭度啦 我们 以谁为师呢 以谁为老师呢 那么佛就讲啦 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啊 我们现在 看到很多人啊 也发心要持戒 以戒为师 这个 以苦为师啊 这个都 没讲到 他 佛是讲了 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还摆在 以戒为师的前面 那这个 以苦为师啊 他就没讲了 他只有讲 以戒为师 我戒持得很好 我发心来持戒 那这个戒就有问题啦 为什么说 这个戒有问题呢 佛这个戒 它是建立在 苦这个基础上啦 这个 佛裔祖师 他也是立宗的祖师啊 不但是我们敬忠九祖 他也是立宗的祖师啊 他老人家在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 开示里面讲啊 他说呢 不明念处会 不明念处会 图送木叉片 那这个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不明就不明白 什么叫念处会呢 念就是四念处 会就是官会 啊 三十七道品 啊 前面啊 这四个 就是 四念处啦 啊 四念处第一个 观身不静 啊 佛 教我们要观察 我们这个身体啊 是不清静的啦 但是呢 我们总是 爱惜这个身体啊 这个这个身体啊 想尽办法啦 啊 这个怎么去装饰啦 穿得漂亮啦 啊 涂香水啦 啊 那怎么涂还是不清静啊 那他本质是不清静的嘛 啊 那每天大小便 你看 我们排泄出来 那个清静吗 啊 夏天流汗 清静吗 啊 味道好闻嘛 啊 第一个叫 观身不静啊 你要观察 我们这个身体不清静啊 啊 观这个身体不清静 目的是什么呢 不要 执着这个身体 是我啦 不要贪恋这个身体 破身见 啊 第二个呢 观寿是苦 啊 我们 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啊 实在讲 只有苦没有快乐 啊 在 法华经 佛讲啊 三界通苦 啊 三界 异界 色界 无色界 那 异界啊 三苦八苦 苦苦 坏苦 寻苦 异界都有 那色界呢 只有 坏苦 寻苦 无色界 只有寻苦 啊 没有 苦苦 没有坏苦 总之 你没有出 三界六道 啊 啊 那个快乐 就叫坏苦 啊 因为那个快乐过去 后面根子就是苦 啊 所以那个 我们在这个六道的 享受的快乐啊 不是真的快乐 啊 这个乐叫坏苦 那个会坏掉的 啊 这个过去了 那么后面苦就来了 啊 比如说我们 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哦 一开始吃的很很热啊 啊 但是吃太多啦 吃饱啦 脏啦 那就会很苦啦 那个热过去啊 后面苦就跟着来了 啊 所以那个热不是真的热啊 叫坏苦啊 那个热会坏掉的 唯有我极乐世界才是真热啦 啊 吾有重苦 但受诸乐 顾名极乐啊 这弥陀经讲的 啊 所以这个 我们要了解 这个世间很苦啊 所以观受是苦 受就我们的享受 是苦 所以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 有生老病死苦 这个生理 这个身体的苦 每一个人都免不了 啊 生的苦我们忘记了 啊 那劳 啊 像我现在劳了 哦 蛮苦的啊 牙齿掉啦 眼睛花啦 啊 体力不如年轻啦 记忆力减退啦 劳苦啦 啊 那么 病苦 啊 大家多少都有经验啊 这个 不要说大病啊 一个小病 我们就很不自在啦 大病那就更苦了 死苦 啊 那死是最苦啊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 我们人死啊 就像生龟脱壳啊 好像那个乌龟啊 佛生生把他的壳扒掉 太苦了 太苦了 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苦 我们的心里 有求不得苦 有爱别离苦 啊 求不得苦 人都很多愿望啊 看到人家发财 自己也想发财 自己都发不了财 那就很失望啦 求不得了 啊 这个这个俗话讲啊 啊 人生不如意是 十 十之八九啊 啊 那不如意就求不得苦啊 啊 啊 爱别离苦啊 亲爱的人啊 生离死别啊 难割难舍 太痛苦了 啊 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 生离死别 啊 那一种苦实在是 太苦了 怨真会苦 冤家寨主偏偏碰在一起 啊 不是冤家不计头啊 互相报复 怨恋相报 怨真会苦 那么前面这七种苦 都是从最后一个 五因赤圣苦 五因就是 五因 形成的 这些苦 啊 所以亲经讲啊 观世在菩萨 照见五因皆空 度一切苦了 啊 那所有的苦都从五因来的 啊 如果能够你把五因 照空了啊 那苦跟恶通通 消除了 啊 这个 八苦 啊 三苦八苦 所以 三界通苦 没有一个快乐 啊 啊 啊 所以观受是苦 第二个 啊 第三呢 啊 观心无常啊 啊 啊 我们这个心是旺心啊 旺心无常啊 啊 一下想这个 一下想那个 啊 今天我喜欢你 明天我恨你 哈哈 那个无常啊 啊 所以这个这个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 常常讲啊 有人说 我很爱你啊 假的 不要当真啊 他说我恨你啊 也是假的 也不要当真 因为心变来变去的啦 无常啦 最后啊 观法无我 一切法没有我 啊 我就是说 不能够主宰的 你不能够控制的 你也得不到的 啊 这一切法 我们 得不到 你不能控制 你不能主宰 啊 就像我们这个身体 无我啊 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自己无法 控制自己的身体 啊 如果我们能控制 自己的身体 那我年年十八多好呢 不要老啊 那做得到吗 做不到 那你不想老 他还是会老 啊 不想病 他还是会病 不想死 他还是会死 这个叫无我 你自己做不了主 啊 无常的啊 无我啊 啊 所以观法无我 这是一切法啦 啊 我们在六道里面 这个一切法 没有我 啊 就是我们 没有办法去 去主宰的啦 啊 那么我们自己身体 就控制不了 那身外之物 我们能控制什么呢 啊 啊 那顶多啦 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 这个 啊 暂时有一个支配权而已啦 顶多是这样嘛 啊 那我们想一想啊 我们晚上睡觉啊 两个眼睛一闭 进入梦乡啦 就跟死的也没什么两样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 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每一天都要小死死一次啊 睡着就跟死的一样啊 这个 睡得很熟啦 人家把我们的身体扛走了 丢到海里也不知道啦 那的确啊 金刚经讲的如梦幻泡影 的确事实是这样 那么我们要去观这一个 啊 以苦为师 你看观寿是苦 就以苦为师啊 啊 那这个苦 好不好呢 对修行人来讲很好啊 因为人没有吃苦啊 你不会觉悟啊 啊 所以修行人 特别我们公乎还没有成就的修行人啊 要先施苦 啊 要有逆境 来磨念自己 啊 这样自己才能够成长 啊 才能提升才放得下 啊 啊 所以 佛以苦为师 啊 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啊 也示现给我们看 三一一波 六中一时 树下一宵 什么都没有 啊 过这个最 辛苦的生活 啊 但是他得大解脱啊 得大自在啊 啊 所以 这个 没有修这个四念处 你持了那个戒就不是佛的戒 啊 换一句话说呢 你这个戒没有建立在三十七道品 啊 第一个就是四念处 没有建立在四念处这个基础上 那就不是佛的戒 你这个戒持得再好 冲击量啊 你能得人天福报 你不能证阿罗汉果 不能得解脱 为什么 你没有官会 没有四念处官 你没有官身不敬 官受是苦 官心无常官法无我 那起码这四 四种要官一种啊 你才会觉悟啊 那觉悟你这持这个戒 才是出世间的戒啊 你不觉悟还迷恋这个世间 持了那个戒都变成世间的善法了 出不了六道 只能得人天福报 如果这个持戒还夹杂贪嗔痴吃啊 那这个福报还要到善恶道去享受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所以发菩提心啊 我们一定要懂得 你要修观 要懂得修观啊 观是什么呢 观念啊 我们对人生 我们一般讲人生观 你对人生的观念是什么 你对人生的观察是什么 那佛都 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的 四天处观啊 那我们有没有 常常观 我这个身体很不清静啊 那每天上厕所 你还不觉悟吗 你还觉得 蛮清静的 还要涂香水什么的啊 那这个 要觉悟啊 要去观啊 这个观深入啊 你才会觉悟 觉悟才会放下的 不能怎么放得下 所以这个起码要观这一个 不然你要观那个 像金刚经讲那个也可以 凡受像皆是希望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流 观这一切法都 如梦如幻 如泡如影 但是这个观要深入 才会起作用 观就是看破 那么看破帮助我们放下 我不贪恋这个世界 就放下了 所以这个修观很重要啊 这个江卫荣老吉士 在金刚经讲义 特别强调这个观 他现在学佛的人呢 为什么 学得到最后都退心了 退转了呢 因为呢 无论修哪个法门啊 他都扶不住烦恼 那扶不住烦恼呢 他就退了嘛 那为什么扶不住呢 因为没有修观啦 这观念没有改变过来 也就是这里讲发菩提心啦 你没发菩提心啦 你那个心没有 还不觉悟啊 什么叫发菩提心啦 叫修观啦 你要看破放下 就是菩提心啦 那什么都放不下 那菩提心那是有名无实啊 所以这个修观很重要 那么我们现在呢 做不到观照 我们起码要做观察 你透过我们的思维想象 去观 叫观察 那么更进一步啊 那心要很定 才能做观想 那我们初步 我们做观察 这个观察 有了深入的观察呢 你就会慢慢啊 看淡这个人生 看淡就有进步啦 原来 这个很执着很计较 会怎么样怎么样都不行 现在可以啦 都没问题啦 这样就有进步啦 不像以前那么执着 那么计较啦 斤斤计较 人家侮辱我们 骂我们也不放在心上啦 你这个就有进步啦 那如果一点点委屈都受不了 那说明我们也放下啦 对讨厌的 看不顺点的 他特别讨厌 对喜欢的特别喜欢 没放下 情直深重 无量寿经到后面佛讲 情直深重 求诸轮回了不可得啊 所以你修观啦 怨亲平等啦 就是 我们 达不到说 这个怨亲平等 那起码就是怨亲啦 我们都淡化了 那这样就就进步啦 所以这个 问这个问题啊 是大问题啊 大家念无量寿经啊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个大家都会讲 都会念 但是自己有没有发菩提心呢 也搞不清楚啊 到底我有没有发菩提心呢 还是我嘴巴念一念 就算发菩提心了呢 嘴巴念一念啦 不算啦 你要真 真的放得下才算啦 那真正觉悟啦 那才是发菩提心 那么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啊 这个发菩提心啊 就要生死 要出离生死这个心 那这个是我们要 从这个地方啊 来修 在无量寿经 也佛都讲得很清楚啦 我们 读了无量寿经啊 根据无量寿经来修 在生活当中来修 无量寿经 33到37也讲得很清楚 你看啦 无量寿经讲 人在爱意之中 独生独死 独气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待者 那这几句经文 我们就在生活当中去观啊 你去看啊 我们人生是不是这样啊 自己 来这个世间出生 也没有人陪我们来啊 不是独生吗 自己单独 来出生 死了之后啊 也是自己走啊 没有人陪伴啊 纵然两个人同时死 死了以后啊 个人去的地方也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个人造的业也不一样啊 所以在六道生死轮回啊 很单独 很孤单 所以叫独生独死独起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待者 受苦也要自己承担 快乐也自己承担 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 所以佛劝我们要放下啦 要信念念佛求成敬苦啦 发现 仿真极乐世界啊 这些问题才能解决啦 所以要知道这个世间苦啊 人知道苦就是善根生起来了 知苦便是善生死啊 知道这个苦啊 人生苦 人间苦 啊 这个 就是我们善根啊 生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世间苦 还 留恋这个世间 患不下 这个是 还没觉悟 你还不想出离 没有出离心 就不会有菩提心了 菩提心 大菩提心是建立在 出离心的基础上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这一条是大问题 那伦理讲啊大载问 这个是大问题 发菩提心啊 这个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 我们现在啊 要着眼点就在这个发菩提心 你怎么发啦 信念型就是无上菩提心 那我们要从这个 方方面面啊 去观察 像八大人结经讲啊 第一觉悟 世间无常 国土为翠 世大苦空 无因无我 生灭变异 虚伪无主 心是恶言 行为罪守 如是观察 见离生死啊 八大人结经啊 第一觉悟 就觉悟啊 世间无常 这个世间不是永恒的 那我们有没有去 观察这个呢 如果没有做这个观察呢 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迷在这个 世间法当中的 国土为翠 这个国土 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地球是很坚固的啊 是很危险很脆弱的啊 我就今天看了新闻啊 今天下午一点多 这个日本还 六点三的地震啊 相当大的地震 这个地震就告诉我们 国土为翠啊 不是 你不要以为这个地球 这个土地很坚固的啊 佛告诉我们啊 是危险脆弱的啊 所谓啊 沧海商田 商田沧海啊 这个陆地会沧到海底 海底会浮上来啊 这个这个都是国土为翠的一个证明啊 四大苦空 内四大就是我们的身体 地水火风 构成的 所以内四大 我们这个身体 有生老病死苦 苦啊 外四大 外面的四大 空 都是变化无常的 刹那生灭的 星球将来也会毁灭的 沉住海空啊 五阴无我啊 那这个五阴当中没有我啦 我不能主宰啊 生灭变异啊 刹那生灭 无常 虚畏无主啊 没有办法做主的 都是希望的 心是恶言啊 我们造恶业就是这个忘心 行为罪手 我们这个身体 造罪业的工具 那么你如果常常这样观察呢 就见理生死啊 你渐渐就觉悟啦 渐渐就放下啦 所以你没有从这样的去观察呢 谈不上花菩提心啦 要观察啊 要常常这样去做观啊 那无恙寿经 三十三到三十七 都是我们观察我们现前 梭博世界五卓二世的现状 现实状况就是这样 只有苦没有快乐 要深入去观察啊 我们才能看破方向 那才能啊 真正啊 花菩提心一项专念 花菩提心啊 你真的啊 放下收婆世界 真的愿意去极乐世界啦 这个就无上菩提心啦 这样一项专念啦 这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 做佛 好 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是不是大问题啊 那希望我们同学啊 大家呢 这个焦点啊 要专注在这上面 我们这一生 这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核心的问题 我们要掌握修学啊 成就核心的问题 就是花菩提心一项专念 好 这个问题就简单回答到这里 下面一个问题 第164个问题 学生父亲给学生安排了相亲对象 很急着学生找对象这件事 请问学生如何以智慧应对 又不为孝道 这个我建议求观念菩萨加持啊 找到一个好对象 就是说这个 主要能够学传统文化的是最好 那么学习传统文化呢 要学得这个深入啊 学得对啦 这个现在很多人学传统文化 我们也不能要求他能做到多少 只是说花这个心来学习就很难得了 那总是啊 我们要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进步 那有学习比没有学习当然要好 那当然是比较好 但学习啊也不能学错啦 那也不能学错啦 学得不对那那更麻烦啊 所以这些啊建议还是多听蔡老师过去讲的啊 这些啊 那现在陈德现在是法师啦 啊多听听他讲这个有关传统文化啊 孝亲尊师这方面的这些道理 还有一些做法啊该怎么做 那么相亲啊这个不要违背父母啦 要相就是相啊 那么如果相亲能够有这个因缘啊 也是你们个人前世节的缘啦 这个世间的事情啊没有偶然的 都有前因后果啦 都是有因缘的 那么如果没有夫妻的缘 那相一相也是这样啊 后面也就没有啦 那么父亲急着给儿女找对象 这也是人之常情 看到儿女长大啦 在一般啊我们社会传统的观念啊 就要找个对象啊成家立业啦 那做父母的人啊 有的人他想赶快抱抱孙子啊 享受天伦之乐啦 这个都是人之常情 所以这个相亲啊可以像啊 也不要去季节 但是啊看着这个对象啊总是 彼此要多交流传统文化啦 那么这样啊 才是一个智慧的做法啦 才是一个智慧的做法啦 所以你也不要去逃避 也不要逃避 去面对 那你父亲 安排你相亲你去相啊 那也孝顺嘛顺他的心 那相的沉不沉那是看你们的因缘 你们的因缘 那这个当中我建议可以多念观念菩萨 求菩萨加持啊 如果 你父亲要你找对象啊 也希望能找到一个 适合啊理想的对象啊 求观念菩萨加持啊 那观念菩萨这个普门品啊 这个观世菩萨耳根严通章啊 华严经的观世在章啊 都讲到啊 观念菩萨呢 求妻得妻求子得子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妻子啊 你都可以求观念菩萨加持啊 让你找到好的对象 来尽啊 这个世间人伦的孝道 多念观念菩萨 多拜观念菩萨 求观念菩萨加持 好 下面一个问题 第165个问题 学生父母 学生父母信佛多年 但父亲一直背地里吃肉 表面上装作很虔诚的样子 还喜欢评论是非 对母亲对母亲发脾气 母亲总是逆来顺受 随他去 说话也变得越来越少 变成语言有障碍 学生如何帮助父母 这个 还是要求佛力加持 求佛力加持 因为这个 一家人啊 总是 奥恩抱怨讨债还债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 常常 在讲习当中 引用 香港 寿爷牢上的光明讲堂 他们讲堂一副对联 上联是写着 夫妻是言 有善言有恶言 冤冤相报 下联写着 儿女是债 有讨债有凡债 无债不来 这个一副对联 就倒进了我们人生 这个一个家庭的关系 父子儿女的关系 父子夫妻儿女的关系 就是报恩报怨 讨债还债 就是没有这四种钱 不会做一家人 所以这个 信佛多年 我们信佛 还没有 进入到修行这个阶段 那当然还是 会照原来的习记 这个吃肉的习气 这个还改不掉 这个吃肉习气比较重 那表面上是很虔诚 那这个表面上很虔诚 那也不错啦 起码他这个表面 也不会反对 可是这个吃肉 这个习气还改不掉 这个也不要勉强 主要欠你父亲 吃三净肉 他现在还改不掉 那欠他不要 吃那个现场宰杀的 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我杀 欠他这个吃三净肉 尽量 避免去杀身 吃三净肉 那表面装 也没关系 慢慢的 他也会改变 那么喜欢评论是非呢 我们人总是 对现实不满嘛 我们 除非就是这个修养啊 你修到这个世间这种君子 贤人 那圣人当然是 不会怨天由人的 如果在君子以下的 那就小人啊 一般人啊 一般人呢 这个不明理啦 不明理 那不明理呢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自己看不办的事情 那就要去说是非啦 他心就不平 他就要去批评 那在这个当中啦 难免就会有怨天由人这个情况出现了 所以这个也是慢慢去劝导啦 慢慢劝导 那么你母亲 逆来顺受 当然你母亲就说明你母亲修行修得比你父亲好啦 他能够 逆来顺受 那么逆来顺受呢 这个不能只有表面逆来顺受 心理也要真的能够逆来顺受 不能这个表面上是都顺着你父亲 但是心理上啊 你这个心结放不下 那这个就是好像蒙烧锅一样啊 那这个也会出问题啊 就是说他这个心理啊 这个心结没有化解掉 没有化解 所以要劝你母亲啊 你父亲的这些作为啊 不要放在心上 自己修好自己 求佛力加持 多念佛回向给他 慢慢啊 时节因年到了 他也会改变的 所以你母亲啊 话越来越少是好事啊 但是呢 变成语言有障碍啊 这个当中就有一些不对劲啊 那弟子规讲啊 话说多不如少啊 那话少是好事啊 吉人持寡 赵人持多啊 但是呢 变成语言有障碍啊 可能你母亲啊 他压抑在心里 这个要帮他化解 虽然他没说出来 但是他 他那个心结啊 结在那个心里 那比发作出来还 还麻烦一点 发作出来的时候 他发泄出来了 就比较好 没有发泄出来 如果放在心里啊 那这个就会形成一些障碍 所以总是啊 这些都要明理啊 那么帮助父母啊 你自己本身要先明理 你自己把这个道理搞明白 你才能去劝父母嘛 要知道怎么去劝他嘛 才知道怎么去劝他嘛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搞明白 那也帮不了父母啊 所以 关键啊你自己要学习传统文化 多深入 还有这个 过去蔡老师讲的这个 秦苏赐药弟子只会多听 你问的这个问题通通在里面 他分析得非常清楚 听多了 慢慢你就能够体会 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父母啊 真正有帮助 好 下面一个问题 第166个问题 请教您关于早上发愿和晚上回向的问题 学生目前用的是普贤大事的发愿及回向文 愿我灵愿 愿我灵愈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和 我此普贤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迷 诸众生 素网无量 光佛差 请问院长 学生用此 是否如法 或有更合适的建议 这个回向文发愿 这个回向文是很好的 很好的回向文 所以也不用去改 主要是发这个愿 要从内心发起来了 那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内心发这个愿 从口头上发愿 但是总之要知道 这个愿要从内心升起 才是真正的发愿 所以我们发愿 灵命中就是 不要有一切的障碍 那能够见到阿弥陀佛 那往生到安乐差 那么发了这个愿 主要这个发愿就是说 信愿行 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三知良 信愿行 如顶三足缺一不可 那么发了愿之后 要有行 愿是一个动力 那么动力来推动这个行 行就是修行念佛 修行念佛 那么修行念佛呢 就是这个行啊 来证实我们相信的 这个事情 相信 证实我们信的这个 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 相信自己能往生 透过这个念佛修行这个行 来证实这个信 来满我们的愿望 那么这样的愿啊你才不落空啦 不能就变成空愿啦 因为你愿没有行 没有落实在行就变成空愿 也就是说你发了愿啦 后续你要具体行动啦 你要去行啊 才能满你的愿啦 不过口头上愿发一发 然后你也不去行不去修行 那你那个愿就变成空愿啦 变成虚愿啦 那这个这个这个就达不到这个目标啦 所以愿我灵异命中 愿就我发愿啦 命中要禁除一切诸障碍 那怎么样才能禁除一切诸障碍 那是不是这样念一念就障碍没有了呢 那这样念一念啦 阿弥陀就见到了呢 就往生极乐世界呢 那肯定不是这样啊 愿是你发了愿 但是你要具体行动啊 怎么样才能满你这个愿啊 才能落实这个愿啊 那这个愿才有真实的功德利益嘛 才能满你的愿嘛 要透过行 行就念佛啊 我们临终为什么会有障碍 我们刚才讲很多了嘛 就放不下嘛 你放不下就有障碍啦 你又贪恋这个世间 又留恋这个世间 又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 那你说 你发愿喔 临终的时候啊 禁除一切诸障碍 你这个障碍是真的啊 发愿要除这些障碍是空的啊 不是真的 那怎么会 这个愿怎么会去实现呢 所以你发了这个愿啊 要 要行啊 修行啊 要具体行动啊 要看破放下啦 我们刚才讲很多啦 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着眼啊 要修啊 所谓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 要去修啊 信念行啊 那么你才能啊 在灵命中 出一切障碍啊 比如说你念佛念到功夫沉变 浮烦恼啦 那这样就及格啦 你灵终就 这些见识货不会冒出来给你障碍啦 如果还念不到这个功夫啊 就没把握啦 所以愿啊 要行 才能满你的愿啊 不是这样发一发就可以啦 所以这个 发了这个愿 要有具体行动啊 去落实 满这个愿 所以这个 我此普贤书胜行啊 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啊 也不是我们凡乎能做到 这法生大事修的 但是我们是可以学习啦 那这个 所有的殊胜的福报都回向 那么也发愿啊 这个一切成立的众生啊 都肃往无量光活叉 这个就是杜众生啊 发杜众生的愿 那么发杜众生的愿啊 我们也要 真实的功德啊 那才能度众生啊 不然啊 我们发了这个愿 也都落空啦 也是空愿 所以度众生 首先先度自己这个众生嘛 自己这个众生度啦 才能帮助其他众生嘛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 所以你念这个回向文啊 不用改 不用改啊 不用改一个什么更合适的啊 这个就已经很合适了啊 那当然有其他的回向文你觉得 念得更顺口那当然可以 但是这个意义啊也都是一样的 都一样啊 像大慈菩萨回向文啊 那也都是很好啊 你可以自己斟酌啦 要改 当然你要改其他的啊 那也可以 那不改也没有关系 关键啊 无论你念哪一种回向文 哪一种发验文 通通通通要有具体行动 要真正看破方向 念那个发验文啊 才有效果 才能满你的愿 如果没有透过行 就变成空愿了 无论你念什么发验文 都落空了 所以信念行 三之两 缺一不可 一定要知道 好 下面一个问题 第167个问题 随意处理自止 果报很严重 生活在内陆大城市 如法处理自止 比较困难 请问我们以后少接触自止 能避免这个果报吗 感恩院长慈悲解答 现在这个自止啊 的确 这个问题都很严重 但是我们也处理不了 我们处理不了 这个 我们只要 这个心存恭敬 就好 心存恭敬 那这个 在处理方面啊 我们也 很难处理到 都很严满 那么这个自止啊 这个过去我在 福州阿弥陀佛大饭店 吴董他们那个宾馆啊 这个他们是尽量在做啦 就是说 那个垃圾桶啊 他做两格 一个有字的 一个放没有字的 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垃圾分类 分类 分类处理 那如果你看到报纸啦 杂志啦 有印佛像佛经的啦 那么你可以分类 把它放在一起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浑化 这个如果你住在都市 这个的确是不方便 如果住在那山上啊 你要佛化啊 这个灰啊 埋在这个没有人踩踏的地方 或者呢 用一个干净的布啊 里面洗一个干净的石头啊 把它绑紧 把它 请这个遗传啊 这个这个 把那个灰啊 沉到海底 但是这个 现代人啊 恐怕也没那么多时间 也没有那么方便啦 所以 一般如果你送到试验有 这个 浑化炉 去浑化 那由试验去处理 那些灰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么你就 现在有这个 卫生环保单位啊 回收做再生制 那这样也是 比直接丢垃圾桶要好啦 那尽量啊 我们是尽量 尽量这样来做 那么要做到完全都 能够处理的很 很圆满 这个在现在可能是 做不到 做不到 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 你 你没办法去处理那么多的 你没办法去处理那么多的 那个报纸一运了 几百万份 几千万份 你怎么去收啊 你收不完的啦 所以我们只能救我们现前 我们一些我们可以处理的 我们就这样来处理 那其他呢 我们处理不了的 那也就没有办法啦 那么只要心存恭敬就好了 所以建立啊 就这样做 那么少接触制止 当然是 现在用制止的 会越来越少 因为现在都是电脑 但以前说还有传真机 用这个信纸去传 那现在都不用啦 现在你微信写一写 那个电油就过去了 你就不用纸啦 那现在只是我们道场 印这个经典 这个要慎重处理 不要乱丢 把它整理好 这个我们尽量 尽量做就 功德严满啦 所以也不要挂碍 这个时代不一样 古时候那个印刷数不发达啦 那个很有限啦 你在路上捡回来烧那个 那个那个 没有问题啊 那个可以处理啊 现在印刷数这么发达 一印就是 几万张 几百万张 那么多你哪有办法去收呢 收不了 那我们自己本身 接触到的这些制止 我们尽量啊 来处理 那么像福州 阿弥陀 大饭店 福董那个处理方式 你可以参考 垃圾分类 那么一般的制止还有佛经的啊 你给它分类啊 那如果数量不多啊 你自己找时间去 浑化啊 那么把这个灰啊 埋在那个 干净的土下面 没有人去采踏的啊 没有人去采踏的啊 那个山上啊 清净的土啊 这个你自己可以处理 就这么处理 不能处理呢 那我们也发这个心啊 也就功德圆满了啊 发意严惩了啊 这个功德就圆满了 好 那么这个 呃 今天这个时间到了啊 这个 这个 下面啊 168个问题 我们就下一次啊 再来跟大家 解答啊 那今天呢 啊 我们就先解答到167啊 167 好 祝大家 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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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